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也不幸被赶来的佛伯勒 按住肩膀头子带回了警局 而男孩的英勇举动 传到了当地一个黑帮大哥的耳朵里 大哥看男孩如此骁勇善战 于是将他保释了出来 此时男孩已经被佛伯勒打得遍体鳞伤 大哥的小弟问男孩想要什么 男孩说道 从此一代传奇即将崛起 男孩名叫马强 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 平民哭的混子还经常调戏他们孤儿寡母 伤心的母亲也只能偷偷抹眼泪 更学伤加霜的是 母亲得了不治的绝症 为了治好母亲的病 他将家里所有的钢笨倒给了医生 而医生却以钱太少为由拒绝治疗 马强气得将所有的钢笨撒在了地上 这一刻他明白了钱的重要 回到家 马强跪在了母亲面前 但快要死去的母亲没有责怪他 而是伸出手来 用最后一口气告诉年幼的马强 好男儿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想要出人投地 就必须有贵人相助 几个月后 马强来到母亲的坟前 他看见眼前一顾的母亲 暗暗发誓要打下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于是他独自一人来到孟美寻找机会 这天黑帮正在招收马仔 小马强毫不犹豫的加入了他们 老大给他分配了擦鞋的活干 但他貌似对擦鞋这种小活并不感兴趣 正好这天机会来了 当地的佛伯勒老是影响黑帮的生意 大哥表示 谁敢去教训一下这个佛伯勒 这时人群中举起了一只小手 马强牢牢的抓住了这个机会 经过几天几夜的蹲掉 就有了电影开头刷酒瓶子那一幕 小马强如此过人的胆量 也得到了当地黑帮头子的重用 转眼二十年过去 眼前这个满脸大胡子的猛男 正是当年的小马强 由于现在的他 掌管了孟美所有的码头生意 这难免让堆里面的黑帮老大动了歪心思 在马强的地盘上一顿烧杀抢夺 闹得是鸡犬不宁 甚至还把马强抓来 绑住双手掉了起来 而幕后黑手正是这个金色衬衣的卡拉咪 还吩咐手下转告父亲 自己已经活捉了马强 但卡拉咪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 手呢是止不住的哆嗦呀 吓得杯子都掉到地上了 此时的马强如同黑夜中的恶魔 突然一个小卡拉冲了上来 马强大猪子大猪子 四卷毛 拨打一脚 身后的卡拉吓得连连后退 为首的卡拉咪感到无比的后悔 但现在一切都为时已晚 一群卡拉咪一拥而上 但在马强的面前 卡拉咪他永远是卡拉咪 这辈子都上不了台面 没几下卡拉咪就一窝蜂的往外逃 但马强怎么会放过他们 对着木头卡拉 他那就是一铁桥 超气铁哥打 又是一下 小卡拉这辈子吃不上四个菜 好好活着他不香嘛 超气铁棍 卡拉咪疼得那是哇哇大叫 站起来八腿就往马头跑 马强如同一只野兽跟了上来 卡拉咪冲上来 马强拿起钢 卡卡拉咪一蹲走 一脚踹翻小喵 帅气转过身 啪当一拳 哇 吹 还有一下 把他老腰都干舌了 走上去啪当一炮子 拿起小斧子 卡卡一斧头 一脚干翻小咪 收割完最后一个小卡拉之后 马强坐在了为首的卡拉咪面前 片刻之后 那卡拉咪就被马强打得活活 吊死在了马头边上 而马强的英勇事件 很快就传到了当地最高的军事首领的耳中 首领找到马强直接开门见山 他说在祖国遥远的边疆 有一座金矿 而金矿现在被叛军所掌控 只要你能帮我把叛军首领铲除 我就让你掌管梦外所有的地下争议 而手下只有一处马头生意的马强 看到有这等好事当然是欣然答应 但对面是穷凶极恶的叛军 此行必将凶多吉少